RyV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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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純真的表演 評審解讀大不同 RyVoo 我要非常讚賞丫頭 我覺得他從頭到尾 從內到外 從講話到肢體 真的就像一個幼稚園的學生 對 心機很重 歡迎收看 好了 又來到我們殘酷舞台了 今天的殘酷舞台呢 是2006年首度登場 掌聲鼓勵一下 2006年又是新的一年啦 推別不好的過去 我相信在2005年呢 大家承受不少的壓力 包括同學們 還有我們今天來的評審 今天呢 還是有優勝獎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果優勝呢 有三個 你就可以 集合三個優勝 你就可以 不用再來參加淘汰賽啦 就變成固定班底 今天優勝呢 前兩名 有非常精美的獎品喔 第一名優勝 表現最好的 可以獲得我們 Nokia 6101手機 想不想要 有手機 另外呢 第二名的 也有我們 77NEWYORK的FASHION包包 妹妹 請好好努力加油 第二個 還是我們嚴厲的評審來決定 誰必須離開 我愛黑社會 誰可以留下來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的藍波老師 大家好 新年一年 希望大家在 事業上 在你的學業上 還有你的才藝上 都可以 一年比一年好 但是那個進步的速度 要快一點點 人稱滴滴滴邪的專業舞蹈老師藍波 曾幫許多大牌明星編過舞 多次擔任本節目的專業評審 相信觀眾朋友們 對他也不陌生到 歡迎藍波老師 另外歡迎黃書俊老師 第二位評審就是我們的黃書俊老師 本身就是一位音樂人 製作過許多歌手的專輯 來聽聽他今日的評分標準吧 在新的一年 書俊老師 你自己新年新希望 跟大家分享 我新年新希望就是 擔任這個評審之後呢 希望每天都能夠很健康很安全 那接二的標準是在哪裡 接二的標準是這樣子 反正今天我想待會大家知道 負責那個嚴厲法官的 已經另有其人了 所以我今天是站在一個 獨立的立場 不是 站在監督評審的角色上 希望這個評審能夠做這個 我其實也是維護他的安全 難怪你穿黑的吧 對對對 而且三次來都穿黑的啊 對對對 要瘦啊 白氏這位評審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穿黑色 因為我要監督他 歡迎書俊老師 請接著 萬眾主播 引頸期盼 大師兄 您回來啦 歡迎 報曉伯老師 大家好 現場的美麗 你們好 評審界第一把交易 報曉伯老師 本身就是知名唱片製作人 對音樂可是相當之初且敏銳的喔 好 打型最近是比較俐落清爽的一點嗎 需要做一點改變 2006年一定要有新型態的呈現 對 那最近啦 要不要跟大家了解 聊一下自己心 心路歷程 心情是怎麼樣 心路歷程啊 其實還好 就是也累積了二三十年了 但也不會比黃書俊省嘛 然後呢 最近我覺得 的確得到了去年的啟發 有一個啟示 就是人真的要身體健康 然後這個因為呢 在這種繁忙的都市裡面 憂鬱症 是很容易得到的 我覺得大家沒事 要找找解壓的工具 這個比較重要 在這邊呢 也要借這個機會 跟電視機前面朋友講一講 如果沒有包曉伯老師的話 我們的節目啊 就是在淘汰賽 現在就不會這麼完整 給包曉伯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謝謝老師啊 對對對 那新年新希望是什麼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年新希望就是 我覺得最大的希望就是 能夠看到更多的明日之星 對 然後讓我們的娛樂的一些新星 更能蓬勃 然後更有財力跟實 才藝跟實力 那今天的評審的標準 不會稍微有減弱的趨勢嗎 我覺得很難啊 就像這些今天來的參賽的妹妹 也是一樣啊 他們有了過去 算是一年的基礎訓練啦 嗯 一年啦 算是去年啦 去年 所以今年的程度 應該要相當的高才對 反而用更高的標準來看他們 對啊 不然我跟你講 到蘇俊老師那一關是不會過的 你以為他這麼仁慈嗎 是 我跟你講 他巴得比誰都快 我跟你講 我想我現在角色已經非常清楚了 是 我想在鏡頭前 我跟小柏在今年度這樣一番廝殺 所以真正重點不在於這些參賽的妹妹 你們放心好了 真正厲害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 兩個人之間也就活躍 對對對 再次歡迎三位評審了 觀眾朋友們 2006年會緊張嗎 還會緊張啊 不要緊張 第一砲就要打響 我們歡迎Vanessa 新任班長Vanessa 今天移身作則 擔任凱路先鋒1號參賽者 想必須做完完全準備了吧 馬上來欣賞Vanessa的表演吧 先生好 大家好 我是Vanessa 我今天要表演的呢 就是唱歌 唱張少涵的《猜不透》 漫天的星星在閃爍 漫天的星星在閃爍 顛不亮心中的暖火 為什麼你不懂我的夢 只是勉強笑了 就像我們平靜著走 找不到同一個出口 從現在到心頭要多久 還有沒有以後 還有沒有以後 有時假裝折磨 是否有點難受 你期待想什麼 好了 一分鐘段了 我看到了一個新希望 從Vanessa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也比較擔心 在衡量自己 你知道嗎 人性中總是對一些東西 是容易有誤導的 怎麼樣誤導呢 就是說 你可能剛開始看她的時候 你不習慣 你就覺得她不好 不漂亮 不順 可是呢 看久你會覺得她什麼都好 那剛剛 我就擔心陷入了這種狀況 因為我看到Vanessa Vanessa是 我想到去年 我去年那個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 看到她 他們是用Van的方式來演唱 對不對 真是2266啊 那時候 可是今天唱了一個這麼 有感動的那種感覺 這種元素歌的時候 她的感覺很深沉 很有感覺 我就不挑剔她的音準了 我只在意她的情感面 到底有投入多少這樣 我覺得這個情感對我來講是 在我這邊是加到分 可是在蘇俊那邊就未必了 還有 留了個單子給我 新的一年 曉博老師講話開始深奧 深奧 而且湧藏了 沒有辦法 有包叫什麼 而且有溫暖 我覺得這樣子的要求 就是節目那個警訊 我覺得這也是單位的用心良苦 為什麼 尤其我們現在講 我們住在這邊的身份 跟那些喔 自稱在幕後一直講她 愛讀書 願意讀書 只會讀書那種 EMBA的人 講話當然要表示我們有歷練 有深入 我們這時候是不是要來一段熱舞好了 先把這兩個隔開一下 把我隔一下氣氛喔